我們加入了貿操局的商會伴 他們有商業配對 也有跟不同的公司進行接合商討過 對於推廣我們牌子方面是相當好的 2019年的時候我和我的夥伴Vinus 一起成立這個品牌 其實為什麼叫做No.42呢? 取其廣東話的閒音是二字是放肆的事 二是二人的二 我們的品牌宗旨是重情任意不受驅促 隨心所欲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設計方面 我們多數算用的布料 可能都會是一些對比度比較強烈的 就更加突顯到我們本身的品牌概念 除了布料的不同的拼接之外 它的服裝的展裁和版型上 我們都會多用一些不對稱的元素 款式上面都會是偏忠誠少少少 有型格少少的風格 好像我們之前的季度設計 我們採用了波希米亞風 再加軍事風 其實這兩個風格大家聽起來 已經是非常衝突 但其實我們隨於他們當中的某一些東西 加在一起 其實會做了一個新的風格出來 當時的成效我覺得都不錯 大家的反應都不錯 因為我們主要想做的是一種多種 混合和配合 你一件衣服有三種穿法 你已經可以一天已經衣服了不同的衣服 更加環保 貿促局之前都有舉辦過一些這樣的講座 都有聽到一些其他人士的分享 有經驗的人分享給我們聽的話 我們更加不用麻麻麻地去做事 希望之後我們也有打算再和其他不同界別的人士合作 希望有更多新的火花 請支持澳門品牌澳門設計